为什么我们人看起来会变老 这往往是来自于我们的气血循环不足 就由豪针扎在脸部特定的位置 来改善我们脸部的结构 改善我们的脸部循环 以及普遍我们的皱纹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 宫廷剧里面 我们这些寓衣 是怎么帮皇后还有娘娘们 他们保持年轻 真言斗艳的 今天阿明师就来大家解密 这一个古老技术 维生拉脚 它是一个很自然 而且比较没有什么副作用的一个技术 不需要打入填充物 也不需要对脸部造成过多的破坏 而是把我们脸部的筋膜 引导回正确的位置 为什么我们人看起来会变老 不外乎几个要点 第一我们的肤质下降 可能毛孔变得很粗大 容易干 然后皮肤变得容易粗糙 这往往是来自于我们的 气血循环不足 为什么气血循环不足 跟我们的筋肉以及筋膜 它的结构不健康和有关系 第二 我的脸皮长错位置 其实脸就是那一块肉 那一块皮 当它长在我们鼻翼以下这边下巴 或者是嘴边的地方变多 我们看起来 这个人就是又老又丑又肥 但是这块肉如果移到正确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的苹果肌 夫妻公 那我们看起来就是又年轻又漂亮又甜 而就筋膜结构的原理 我们当一张脸皮它下滑 一到一个错误的位置的时候 同样的错误的筋膜 它会掐死我们中间的一些微细循环 那掐死这些微细循环 脸部循环下降 它会让它的皮肤率容易老化 容易老化又容易下垂 容易下垂以后又会掐死微血管 让循环下降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把我们的脸皮还原到正确的位置 除了可以拉提之外 也可以改善我们的微细循环 让脸部的养分 修复物质 以及抗氧化的能力是上升的 那肤质当然变漂亮是不在话下 而且脸部拉提在正确的位置的时候 看起来就会变年轻 而这个技术主要就是以还原的角度出发 以微增去还原我们身体的筋膜结构 就是甄嬛的一个技术核心 我用我多出来的肉尽量把它拉提到缺少的地方的肉 就不需要打新的东西进去 也不用拿新的外来的物质去填充我的脸部 又可以让瘦的地方变小 让凹的地方变凸 这就是阿明斯常年在专业的技术 那在做微增拉提的时候 我们都会关心几个问题 就是它有没有恢复期 会不会对脸上有一堆伤害 会不会有一堆伤口 我会不会满脸血这些担忧 大家放心如果真的会满脸伤口满脸血 阿明这个御医早就被娘娘拖去砍头了 因为在做微增拉提的针是特制的 它并不是一般的针灸针 它是比头发还细跟蚊子口气 差不多的特制针灸针 所以它擦在脸上再拔出 即是完全没有伤口 流血也是微乎其微 顶多有一点点小瘀青 而且不太会有恢复期 是一项非常自然而且安全的一个技术 微增拉提可以去帮助我们 哪一些脸部的困扰呢 主要我们由上而下 就是改善我们抬头纹 以及眼尾纹的这些静态纹 并且可以改善肋钩 苹果肌的凹陷 法令纹 嘴边肉 以及下巴比较肥厚 以及咬肌的肥厚 这是它常见可以处理的问题 另外 肤脂的改善 红血丝 还有毛孔粗大 其实也是常见的问题 脸部循环改善之后 也控油的能力也会增强 你就不会变中东油田 加上萨哈拉沙漠 说了这么多 大家对微增拉提 应该是越来越好奇了 那阿明玉依来示范给大家 微增拉提怎么进行 好 我们今天请到Ruby 好 那Ruby 你今天要做那个脸部微增拉提吗 你有没有特别想改善脸部的什么部分 我想要改善 脸不要那么远 不要那么远 然后要有苹果肌 苹果肌 你做洗是不是也比较晚睡一点 对 OK 我可以感觉到你的那个苹果肌 原本应该很饱满 可是它有点往下掉了 所以黑眼圈 甚至有一点点泪沟会开始跑出来 那往下压的过程 会压出法令纹 而且嘴边肉可能也比较明显 我预计就是时光倒流 让你把那个嘴边肉 往上去拉平你的法令纹 并且填补你的苹果肌以及泪沟 我们就照这样子去进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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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擾沟 大家看完阿民司示范脸真的微增拉体之后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借这个机会 阿民司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许多脸部的困扰 中医可以做些什么 当我们的脸部筋膜被还原到 它最原始最自然的状态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最稳定而且最持久的 许多脸部的一些皮肤困扰 可能也会跟着一起改善哦 那下课啦 今天阿民司跟大家分享 微增拉体这项技术 希望大家喜欢 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阿民司会一个一个回复 你的留言会是 阿民司制作新的姿势影片的最大动力 那这个未教影片呢 也很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叮叮叮 订阅小铃铛 并且关于这项资讯 我邀请大家可以到脸书 阿民司的粉专 里面有更多的资讯 可以给大家参考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